2023年5月22日,大脚新人理事会,你们正在成为更好的老师,聊御师和向导,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杨生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在自己的内心寻找通向人类意识的入口,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寻找我们与你们的共同点,以便更好的与每一位对我们开放的人保持相同的波长。 在我们寻求给你们最新的能量和信息传输之前,我们寻求找到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希望它超越你们的头脑,我们还寻求以最少的努力和能量消耗产生最大的影响。 这有助于我们提供更多帮助,你们可以将其称为一种沟通方式,但实际上它全都与效率有关。 正如我们所说,我们希望影响尽可能多,我们希望影响尽可能大,我们知道你们也想要这个,所以我们以这种方式教你们如何成为更好的老师和指导你们的人类同胞。 你们一直在向我们学习,即使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十一个教训,除了疗愈,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我们给你们的每一次传播都意味着让我们越来越不相关,越来越过时,那将是我们角色的真正成就。 因为这意味着你们不再需要我们,情况就是这样,因为你们中有足够多的人会成为大师,成为最精通的老师,聊寓师和指南地球上的一般人口。 你们需要的比你们意识到的要多,而且发生的事情总是比你们的头脑能理解的要多。 我们不是唯一对你们有这种影响的人,我们与其他也寻求在你们内在创造更多掌握的存有和团体一起工作。 我们一起协同工作,因为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我们也没有所有必要的经验来提供最大的服务。 这就是伙伴关系和协作如此重要的原因。 他们在飞舞直界在这里很重要,在那里也很重要,因为你们寻求接触更多的人,并成为我们称之为觉醒集体的集体的更多层、员。 作为一个集体,你们会创造奇迹,你们可以一山填海,你们可以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因为你们得到了整个银河系和宇宙中所有服务存有的权利支持。 我们知道人类会成功,尽管它有时会在地球上看起来如何,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不仅对你们有信心, 而且我们对自己和更高领域的所有帮助者也有信心。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3年5月22日,向导集体,荣耀之地,传导Paggie Black,语者,扬声传导。 我们在这儿,你们和许多像你们一样的人线在生活在几个现实中,你们和其他人正在更充分地开放你们的多维面相和联系。 因此,存在超载的能量、超载的信息和数据需要处理和整合。 当你们在你们的第三维度现实中不断地与他人互动时,就会有一个备份,一个正在下载的能量的停滞。 你们和其他人会感到不知所措,并且会因为太多事情无法处理而感到被困住、焦虑和埋眉。 重要的是要记住休息、冥想和保持安静。 这很重要,原因有几个。 第一,它让你们的电路有机会吸收他们收到的所有东西。 休息和安静的时间也让我们和其他天体有机会以温和的方式与你们合作,减少干扰。 我们这样说吧,你们的星球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能量、数据和信息洪流。 在你们的能量常中移动的能量水平以前从未如此升级过。 这种能量沐浴着你们的整个星球、行星地球的意识和所有存有的意识。 有一种加速,这种能量是来自万有的礼物。 这种能量被赋予帮助人类和这个星球进行下一个进化步骤,一个量子飞跃,更充分地进入多维度的意识。 作为一个敏感的人,你们和其他人可能会感到遥遥欲坠,意识到你们的身体正在发生变化。 你们可能会出现奇怪的症状,头晕,漂浮感,迷失方向,困惑,失眠,疲惫。 在许多层面上,每个人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身体反应,这种转变。 这种能量激增可能会受到欢迎,也可能会受到抵制。 那些抵抗的人正在经历混乱、沮丧和痛苦。 我们将以你们的计算机位里,想象一下你们正在电脑前工作,你们有许多程序同时运行,你们正在执行多项任务。 突然你们的机器不动了,它停止所有进程,你们被卡住了,你们无法获得任何解决方案,你们无法前见,你们无法继续。 最后在沮丧的绝望中你们关掉了机器,你们正在处理的一些材料将会丢失,但你们无法继续,因为你们的机器的功能已超载。 这是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一个简单例子,你们在三维生活中的活动忙于与他人的过度互动。 你们正在从其他领域、其他维度接收大量信息,你们正在整合新的意识和记忆。 你们已经超载了你们的电路,现在对人类来说很重要的是花大量的优质时间来接收和整合他们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一切。 在没有太多刺激的情况下独处一段时间很重要,这允许在你们的操作系统中实现更大程度的集成和平衡。 可以这样想,你们与外部的人互动越多,你们就越需要与内在的时间、寂静的、冥想的时间相结合。 你们的社会不尊重孤独或沉默,每个人都总是充满刺激的空间。 作为一个人,你们已经对分析、视觉、情感和灵性刺激上瘾了。 我们建议你们观察自己并注意你们如何使用这些干扰,而不是让自己安静的反思。 它是安静的反射,是让你们的系统处理你们现在正在体验的所有变化和所有能量的孤独。 正是在安静的反射中,在你们活跃的头脑的安静静止中,我们和其他天国才能与你们更充分地联系。 一整天都停下来,让你们的思绪保持静止,允许整合来自这么多不同来源的所有信息。 当你们开始看到和感觉到更多时,就有更多的信息需要处理。 你们和其他人需要给自己时间来整合和吸收你们所接收到的一切,人类正在觉醒到他们的多维自我。 他们现在开始意识到你们社会提供的所有外部刺激是如何分散注意力和控制的,让自己远离其中的一些干扰。 这些让你们分心的事情占据了你们的时间,激活了你们忙碌的头脑,让自己进入一个安静的地方,练习有意识的深呼吸。 这将支持你们让头脑平静下来的意图。 在安静的空间中,你们将开始真正听到来自灵性的指导和信息。 每个人都感觉事情正在加速,这是事实,你们的时间观念正在转变,每个人都在扩张,因为它们吸收了更多。 每个人都在管理许多维度的多方面,每个人对这些能量的注入都有不同的反应。 你们可以往外看,看到并感觉到别人正在经历什么。 这是高潮剧,这是宇宙剧,宇宙舞。 请记住,当你们感到不知所措甚至沮丧时,请意识到你们需要保持沉默,反思,意识到你们需要内在,需要孤独。 这种无声的反思可以是几分钟,几小时甚至一天,回报会很大。 你们的系统将运行得更加顺畅,你们将在混乱中体验心灵的平静,你们会更愿意接受指导。 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教训活对你们星球上所有人的意识,通过走进内在,你们可以更充分地走出去,进入宇宙。 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在你们孤独的地方更频繁地与你们见面,在这宁静中享受你们的喜悦。 亲爱的一门,处于和平中。